因為直律式纜绳锈石断裂 以及其他部分也发现锈石严重等问题 地内吊桥被检测技师判定为危险吊桥而封闭 目前我们地内吊桥的吊锁 因为上次已经发生了两个垂直吊锁 它发生断裂的问题 经过我们检视发现 它的确是锈石非常严重 所以经过这一次我们全面的检视之后 连上次的我们底下的交叉的连杆 它也发生腐蚀断裂的情况 虽然有民众建议春节期间 是否能够限缩每次过桥人数 开放少量通行呢 不过检测技师担心如果硬要开放 蓝宝不会像南方澳大桥突然断裂一样 真的很危险 因为这个吊锁会像 如果断裂的话就像那个南方澳的一样 它垂直吊锁一旦一根吊断裂之后 它可能会发生连锁性的一个危险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让有行人通过 对 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封闭 以避免发生像南方澳这种断桥的事件发生 基东市议员林敏勋和当地定和里长林香 也非常关心这件事 但还是请民众见谅 为了安全千万不要冒险要求 在春节期间开放地内吊桥开放通行 那未来这个刚才就成属技师所说 这个地内吊桥它的危险性其实是相当高 所以说很多民众在问说 能不能有开放这个总量管制 或是说能不能办开放的这个状况 其实刚才技师也说的很清楚 是考量到危险性是不能开放的 那所以过年的期间 可能就还是要麻烦民众 或是那个土地公圣诞的时候 那可能就要麻烦民众 我们到从新农坚的地方 停在新农坚那边走下去 那这个桥梁检修大概就是要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会紧盯这个市政府 整座吊桥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经费做修复 原因在于吊桥下方就是基隆河 没有施工机具的卡路 所以修复期要比较久 那这个桥梁检修大概就是要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会紧盯这个市政府 因为这个它的修复的这个工期 会增加然后难度也增加 因为它底下没办法架那个施工架 所以说它难度会增加 预算也会增加 那但是我们还是会紧盯这个市政府 来做这个整个修缮期程 那未来这个LED灯其实也坏了很多展了 那未来我们也会跟这个公务处 在持续争取经费 让我们这个未来连接过港地内 这个过港和平公园地内 和川修夕道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修夕步道 连接的这个地内吊桥 是一个很漂亮很适合全家大小 一起来走的这个吊桥 那也感谢里长不断关心 那我们就是紧盯公务处 未来我们会持续在年后 赶紧来请公务处 赶紧来将这个吊桥来做一个修复 地内吊桥预定在今年六月左右 又可以整修完成重新开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